國內多數公園都是罐頭郵劇 蘋果就帶你看看 國外特色公園是如何為孩子設想 日本特色公園設施完善 占地大 郵劇雖脫離不了騎乘攀爬功能 但是不同主題再搭配難易度變化 讓孩子鍛鍊體力外增加更多創造力 其實小朋友他們不太會跟你形容他們的感受 但是你可以從他們的動作表情 就可以很清楚明確知道他們對於公園的喜好 他們幾乎就是一下車就一進了公園 然後就眼睛就發亮 然後二話不說就往裡面衝 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然後就急著跑進去探索 我覺得這是小孩最直接的一個反應 在美國西雅圖的玩樂藝術家遊樂場 正中央有蜘蛛繩索區 非常具有挑戰性 能訓練孩子的韌性與勇氣 在台灣 特色公園剛起步 如何融合在地特色 讓孩子在不同的挑戰中學習 也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